所以說我們讓市區的朋友了解說 在以前台南縣市的所在地 新營市 現在的新營區 過去的人文風情 所以有一個攝影展 但最重要的 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我們介紹給市區五層區的市民朋友們了解 其實台南市雖然是同一個直轄市的屋頂 但是事實上風暴 人情 整個物產差別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內部的交流 我們自己都要把芒果賣到國外去了 只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很多好的產品 其實很多市民還不知道 所以促進南北交流 增加城鄉的交流 是我們這次辦物產展的重要目的 我們也希望藉著攝影展 藉著物產展 能夠讓雙邊的認識更加好 彼此更加認識 彼此同樣都是市民 會希望說 有問到這個補城區的市民說 因為它芯蠅在南中 我也不知道可能在高雄 它就全了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 拉近南北的差距 不僅在台灣有 只是在台南 我們覺得其實也要拉近這個景象 那暑假也快到了 那 至少有什麼推薦大芯蠅的一些美食 對 芯蠅沒有開三里 但是我們很希望說 芯蠅有很多里 我們很多這個 暑假的時候 鼓勵我們的市民 南北趴趴走 不管是 芯蠅區的好朋友 今天有來 芯蠅區的里長 芯蠅能夠來到浦城 或是浦城的好朋友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家長 可以去到芯蠅 去後壁 去沿水 去看看這個 我們很多好看 好玩 又好吃的地麵 又有很多好吃的豆菜麵 老菜米 這些都是很好的食物 很好的食品 也滿好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互相交流 在暑假期間 大家趁著學校沒有課業的時候 大家考試又考完的 整個陸續考試也考完的時候 大家自己 台南市內各區走一走 這是滿好的活動 好